我们大家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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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天台四教仪即教官刚中和说 各位毕丘 各位毕丘尼 各位沙弥沙弥尼 各位居士 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上一堂课刚好跟大家上到了天台四教语 教官刚中都提到这一段来了 那么就讲到藏教的人也就是一般所谓的 学术界所谓的原始佛教 其实这样讲不对的那是现在的人忘记分别才讲原始 原始给人感觉就是说最基础的 好像是最根本的那样子 那这种看法并不尽然 为什么呢 因为有法师认为不可以 他这样说我同意 但他没说出一个理由 他只是觉得反对 我不接受你学术界这种分类 那我们要说出一个理由来 是什么理由 因为他背后隐藏着一个叛教的高低 跟优劣的概念 那这是很恐怖的 多少的佛学院的老师 乃至于已经做到了管理阶层的教务主任院长 副院长 他对这个事情还没分清楚 是怎么样没分清楚呢 其实古德一再的说过 但是因为古德没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他没有去那么强调 他就告诉你事情是这样 现代人把古德的东西放一边 然后去学那个所谓的学术 或一个白话解释的佛教概念 因为这样子容易 我常讲像喝珍珠奶茶一样 滑滑的又甜甜的 不用咬 他吞下去又舒爽 结果你就觉得那是你懂的佛教 怎么说呢 有稍好一点的出家人 他懂得这种分别是不对 所以我不说他叫做根本佛教 我说他叫做藏教 你看看那古人他就用个中性的名字 而且是基于什么 基于佛经里头的三藏比丘 明治罗汉 明治罗汉 就是说给他一个名称 不是假名 罗汉不能假 他就是罗汉 但是是明治罗汉 也就是说他不是佛陀最终希望的解脱的样貌 但终究他是一个圣位 圣人之位 一切贤圣皆以无微法而有差别 贤跟圣 以无微法而有差别 但世尊呢 世尊没差别 世尊最终只让你成就一件事情 成佛 成佛是究竟一称的事情 怎么会在无微法中而有差别 多少人死在这里 汉传佛教路在这里头 你都没有本 那这样汉传佛教会分崩离析 多少人 台湾 大陆也有 大陆是直接就被派到南洋一带 去读所谓的 所谓的佛教大学 这你们知道的 那么台湾不用人家派 他自己有钱自己去 去这里参 那里参 参的结果呢 他就认为 那个是 人家你看有个修法 这样修 那样修 那样修 我都没看过 汉传佛教里都没讲到 然后回着来了一看 人家学术界也这么说 学术界应赫 南传修行法现前 他两个一对应 那叫做根本佛教 你看汉传祖师不这么说 那么在早年的龙树菩萨 这么早印度那个时代的龙树菩萨 世青菩萨 人家也没这么说 也没讲个根本这两个字 所以你滥用那个根本那两个字 什么人搞出来呢 就是西方学术界传到日本 然后后来民国初年传到中国 跟着用这种名字 现在人都不愿意读古书 尤其是那个正体字你看不懂 那就更可怕 你就跟古人隔一层膜了 所以我要求研究生说 你跟我写信什么 统统给我转成正体字 你要习惯 现在有电脑都可以让你耍赖 打翻体字 一个箭转正体了 可以糊弄我 是这样子 其实是要学着 一定要读得很自然 所以三藏十二部通通用正体字来写 你怎么可以割断那个期待 那个文化 那个佛法的期待 不可以 那么这里头你不想去读 那你又希望早一点知道个什么 那就去读那个白话文 现在人写的 现在人写不晓得是一首 二首 三首 不然哪里听 哪里听 哪里听 这样子的 也没有经过时代的考验 也没有经过修行的验证 然后就写了一堆 这个时候你看了好舒服 好好 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然后你就被那个东西所蒙蔽 一代传一代 你看这还得了 千千万万不能这样 所以那根本见要有 这里头讲的就是藏教 藏教不说他是根本佛教 他说是藏教 藏教这个藏字怎么来 就是三藏比丘 明治罗汉 所以是这一类的叫三藏比丘 为什么 他就是听闻 听解 诗 刚开始听佛陀 他说 利益眼前以外道来出家 以自我解脱为最根本目标 以眼前的生命疾苦的样貌为恐惧 是 这在没有佛法出事之前 你真的懂这样已经很了不起了 对不对 我眼前有轮回苦 我现在就有苦 我想要处理轮回 我想要 我想要 你现在叫他成佛 你不要想你想要 你要成佛利益众生 神尽 我哪有接受 我哪能接受这个事情 这个时候佛陀就善巧跟他教导 苦极灭道的 现前的生灭苦极灭道 有生有灭 你现在是苦的生法 所以苦地现前 生的苦地 苦地的生向现前 有没有苦 有有有苦 那怎么办 修道地灭极 修道灭极 苦的因把它给灭了 你要修道 那就正灭过 这个时候苦灭 极灭 道生 灭生 这是生灭 原来是这样 你看这里有取舍 有生灭向 这个叫做生灭是地 教的是这个 那世尊不得已先教这个 教的时候 这些外道出家的社利弗 目见连 须辅提等 当年三大外道 还有加色的外道 通通怎么样 都是当年的外道中的最顶尖的人 来跟佛学 他就想到这个 这个时候他就视线 以大声的观念来讲 视线生文 视线外道入生文称 那它是什么个视线法 闻辨信受思维取证 闻了就信 信了就修 修了就证 证了就停在那里 这就叫做三丈比丘 明治罗汉 没办法 世尊这么样子的善巧给他 还不叫他停止 还来不及叫他停止 他就修成了什么 修成阿罗汉 那不是世尊真要的 所以明治罗汉 不是真正大波涅槃中的大解脱 所以那个叫做 清净的杀贼 只能给他这个名称叫杀贼 罗汉名杀贼 应供 是啊 圣人可以应供 就给他这个名 你看这最根本贱在这里 现在滔滔天下很多都不是 不在乎这个事情 你就是因为不叛教 不清楚这一项 那么我们已经讲到了说 藏教这里 还是告诉你 思维取证的是什么 他们是外道 世尊当年就针对这个外道的教法 把它导引成为 基本上有一个了解到 凡夫生灭相 凡夫是什么生灭 苦乐生灭 解脱也不解脱生灭 先告诉他有这回事 为什么 你如果不告诉他这样 他连修都不想修 你想想看 你去路边你跟人家讲说 你要利益众生 不要成罗汉 不要得现前的利益 你要成佛 成佛三大阿生其解慢慢耗 他在哪里愿意修 所以当然只好先讲这个 这是第一种 那是对外道 因缘 他已经修道解脱 见很强 很渴望 我就顺他的意思 我告诉你一个解脱法 顺众生的业缘 第二种 顺这个凡夫众生 颠倒中的颠倒 他不但是误认这叫做解脱 究竟解脱 他甚至于误认 作为人不错 或者好吧 就算他觉得人有苦 他也不觉得有一个什么修法 能够超越人的苦 他也不觉得 苦中作乐 这是凡夫相 这就没办法了 至少真的就跟他讲 藏教的生灭是地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讲到这里了 正在讲这个 千千万万读教法 一定永远要回到他的根本没落 脉络这里来 不要讲的讲的就讲歪了 不是 讲远了 讲远了拉不回来 我们每一次上课我都跟你讲 这里 我们回到在哪里 所以正在讲藏教的试地 藏教试 这个藏教试地的理解 对我们修行人来讲 是重要的 但也是最终你要跨过去的 读完了之后还要跨过去 跨过去什么意思 就用他而不受他所献 知道苦 知道苦 藏教生灭的四地项 苦极道灭 知道有这件事 知道他 但不羞辱他 不修正他 阿罗汉修正了他 所以苦 断 极灭 道成灭正 就正入了 然后 我是阿罗汉 怎么样 来咬我 我成就了 众生跟我没关系了 在入灭前 我尽可能的帮你受三规五戒 给你个姻缘 你要供养我 可以尽管供养 供养完了 你有什么利益 所谓布施者避过其利益 若为乐故事后必得安乐 阿罗汉帮你回向多好 以后我希望做帅哥 高富帅 帮你回向 所求如意 有没有往生极乐 没有 有没有成佛这件事情 我阿罗汉都不知道 我阿罗汉都认为这样就叫成佛了 那还有什么另外还有佛号称 就这样 这就是圣文法 你说这叫根本 这话从哪说起 我没有轻视阿罗汉 我说这不是佛的根本 佛预令一切众生 皆开示误入佛之之见 是要让一切众生成佛 不是你这样子的解脱 但他真叫圣人 还没话讲 是真叫圣人 这样懂的意思吗 身为一个大乘人 别讲汉传了 就大乘人 这样子的才叫做根本见 分清楚 我是苦口婆心的 我符合大乘的教导的意见 什么意见呢 一切问法 皆以大乘而解说之 不以小乘而为解说 一定要这样 昨天利用了一个机会 这个比丘戒里头还这么一条 五分绿还有一条 若为拟众说法 应先说八经 我昨天就借由那个法乐的问话 大家的聊天 我就把八经法给讲了一遍 偷偷讲一下 那我就 我戒律无亏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信仰 信仰佛的大乘法 接着我就会信仰佛所教导的一切 表面看起来叫做生文法 在大乘人来看 所有的戒律通通是大乘人 是这样 开发心量之后来学习 所谓的比丘戒 这不叫生文戒了 就是比丘戒 它是菩萨戒里头的色律仪戒 所以这个时候比丘戒 一个菩萨行比丘戒法 就不是小心小量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就不是这个样的 这个我们来观察红衣大师 他刚开始入那个生文法的时候 他有文人的习性比较强 他有他的理解 这个理解 他实践的相貌 他还是会有小问题 你们现在还认识的那个孟参长老 他有一次来台中南普陀 看大家 给大家演讲 私下 因为我在 燦宫那个时代 在家居士的时候就认识 梦 梦老了 后来我初出嫁到美国 纽约我都看他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老人家 你亲近过红衣大师 你不要讲一讲 红衣大师你怎么跟他亲近 他说有什么办法亲近 完全没办法亲近 我说为什么 他都关在屋子里 要不出来 我说那不是当年你有请他到北方讲课 你有啊 东北谭虚老法师那边 我说那是怎么请 千难万难 后来差点跟他翻脸了 才请得到他 我怎么会跟他翻脸 很有意思 他就去请 买了三张票 他有个 好像是他的逝 是逝者还是什么样 反正买两张还是三张 我回家买好了 然后就请他 他说我不去 他老人家说不去 帮帮忙啦 我们府学院 景仰民大德 戒律弘扬帮帮忙 都不可以 不去 不要再说了 不去 文人的习性很坚强 很坚强 梦老了 就下来 到南博多大殿那里 去那里拜佛求忏悔 说没有姻缘 回到疗房的时候 想了一整天 想了一整个晚上 怎么会这样 那我以后该怎么办 他不再想说 怎么把长老拗到 把弘一大师拗到东北 他不是想这个事 他在想说 他拒绝我这么如法如律 是吧 那这样我以后怎么学戒律 因为菩萨戒律有一条 若人请法不得不说 恭敬如法的请法 不得不说 我本来就不想说法 我还这么年轻 我想要多参学 可是因为人家请了 我都得去说 那现在他我这么请他他都不说 一定有他道理 那到底是我学的错 还是他老人家有什么特别的 神秘的叫法 他一整夜睡不着 第二天早上他又去找他 那个南博多后面后山他住的那个地方 去找他 这次不是要去踢馆 这是真的要去问佛法 也不是要去请他奖金 不是 因为他已经断然拒绝了 就没得去了 他就是跪着说 那既然这样车票快到了 时间要到了 那我就指导回去 说明说您老人家不能去 那还跟您告假 大师很满意 没有在为难我 很好 那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哎哟 我还是临走之前我有个问题 可不可以请问你老人家 自如所问 随你问 让他就高兴了 那你这样的听话 没有为难我 你可以问 他就问了 法师 我也学了菩萨界 菩萨界里头有这么一条 恭敬请法 不得不说 以后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 你这什么意思 我说我没什么意思 因为我老人家跟你去学 那您可以拒绝 一定有秘义 一定有生命之意 我也是想要这样跟您学 可是老想不清楚怎么拒绝 每次要拒绝就想到这一条 所以我不敢拒绝 但是您一定有大道理 所以我跟您请教 跟您求忏悔 侯应大师就停在那三分钟 什么都没动 我要跟他讲 车票拿过来 他要去 听到没有 所以大师不大师 在戒律这件生命的事情上面 他终究不是那么表面的 进退之间不是我们这么表面想 还是佛才有根本质 我常常说 我说五下学界 五下学界没问题 那但是声闻角度说的 我们还得加一样 五下学界的同时 还得五下当中 同时开发大圣心量 你要不开发大圣心量 你那个眼睛 你那个眼睛就只是 不是声闻界的眼睛在看比丘界 但是你如果开发心量 开发心量很快的 你看昨天一个下午很爽快 法乐问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那我就答了 答完了之后大家很畅快 很满足 那只是什么 那只是十分钟的事情而已 你心眼一开 将来看的都不叫僧闻界 都叫比丘界 那师父的目的是什么 学院的目的是什么 就一直长养学生徒弟 这样子大圣心 别忘了 你五下还是要学界 但是别忘了大圣 就近信仰 两个并进 这个只是叫眼 叫眼 就叫做参方眼 叫眼要开 那这个呢 生系法要五下慢慢熏学 这两个没有障碍的 可是多少年来 一直就只讲这个 而不讲那个 只讲五下学界 没讲开发眼 开你什么 开大圣心眼 没讲这件事 所以学界的人都怎么说 我要做南山孤城 我要做地藏 这个是什么 真旨 南山孤城也不是都你干的 南山戒律 戒律是大家的 怎么突然间变成好像你是专业继承人 当然这句话是偶一大师说的 偶一大师那个时代 没电脑 没教学 没录影 没录音 也没有什么MP3 player 什么都没有 他讲完了 什么都没有了 尤其他性格相当的刚烈 人家怕都怕的要命 一辈子就是五六个人住在那儿 他自己还退为沙咪 五届沙咪 人家哪敢跟他在一起修学啊 他性格是这样子的嘛 所以他放眼望去 都没有人来 参禅他自己知道遇到问题 你要知道他为什么遇到问题 当然我们不是批评古德 他二十几岁的时候狠狠的拿儒家 毁谤了佛法 这个事情当然后来他忏悔了 这事情也不是普通言重 是不是啊 所以他当然遇到障碍 接着他发现了戒律的障碍 他离开了禅堂 离开了禅堂之后 他学戒学教 那多少人后来就拿他的说法 就宣称了我也要这样做 其实南山哪里要叫你做孤城 我说南山律师哪里叫你做孤城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儿孙满天下这样才对啊 怎么会搞成孤城呢 你听懂我意思吗 南山律只有在中国出现了 真正要弘扬南山律 律法 诸位啊 律法是大家的 不是律师单独的 谁都可以学戒律 也应该学戒律的啊 怎么会搞出一个孤城出来呢 那是他老人家在那个时代没有我说过 教法不兴 也没有机会 比如我今天讲讲了录音的 远到中国东北都可以听我的教法嘛 我放在土豆上面 放在YouTube上面 远到美国 24小时都可以有人点来听嘛 那教法就可以兴了啊 就可以传了啊 这个时候怎么会有孤城呢 你学的搞不好比我好啊 我开你的心眼 你学下律你就马上变成南山律的重要继承者啊 都可以的啊 对吧 偶祖那个时代 男 人家他老人家 表现出那种肛蒙的意志 我们要尊重 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广学 不 要广弘扬 这是什么心 大称心 为了不忍圣教衰 你哪怕你只赞叹南山 这叫随喜南山律 你一天到晚都在犯小戒 大戒不能犯 一天到晚都在犯小戒 你还是一个好的弘扬佛法 继承佛法的人 因为你赞叹了南山 现在你把南山当作你的 唯一你的 我是孤城 我是代言人 那你们都不是 你们学教的 你们参禅的 那你心浮见庙的 你们都不是 你看怎么办 这法怎么能大红呢 我怎么会看到这样 我用大称眼去看 就这样而已 我知道那是大称法 大称法世尊一定不喜欢这样 一定不喜欢他的教法 最后变孤城在传地 一定不喜欢这样 我们是学佛 祖师很伟大 但终究还不是佛 这样子一路穿透上去 去仰望佛 仰望佛的教法 我们一路穿透上 以大称剑 一路往上 谁说都一样 我必须忠于我大称的认知 然后来仰望佛的教法 怎么样让佛的教法广 一佛称 一佛称的教法 广传于法界之间 包括我对声闻人都不否定 都不轻视 何以顾 法华经上说的吗 不称名赞叹其美 亦不称名说其过恶 赞叹其美变成什么样 变成 他那个声闻法好像是就近义了 不可以 称名说其过恶 这糟糕 他是圣人 人家也是圣人出离三界 多少人也得要跟他学 你断人善根 而且你以大乘来毁谤声闻 你知道怎么可以 我连一个众生我都不毁谤了 何况神闻人 对不对 常不经菩萨 这些众生 辱当成佛 未来必尽成佛 哪里会 这种大乘心量 这种大乘心量 我告诉诸位 开险十分钟就够了 但是含养是无量无边时间的 一个佛学院 一个老师 一个师父 他要给弟子的就是这个东西 要不就是开 要不就是长养 要不就是开加上长养 这是一种心量 这是一种格 一种道格 那么这个道格保证 保证了你的修学都不会偏掉 所以我们现在在讲 藏教菩萨的四圣地 正要我们往下讲 这次我们永远不偏掉 我们永远抓住的 这是世尊对藏教人 在那个因缘下交的 我们这些凡夫 常常也会跟着一起忘记 所以要体会 生灭的苦地 必须理解 我们凡夫不能一下说我是圣人 也不能说我现在要学贼大乘 所以阿罗汉所学的那个我也可以不管 管还是不管 暂缓说 我也没叫你一定要学那个阿罗汉的 声闻 藏教的生灭四地 我也没有说你一定要 但我要问你 如果你不宣邪一下 你说你那个大乘 你怎么样长养 那你要有方法 也有人真的就这样子 一闻佛性 一闻百物 他自然了知 人间一切皆是苦 他没有经历过这慢慢熏陶 他自然就了知 而那个苦 苦其实非苦 都是不死而已 他也不一定从苦地下手 因为他念念念于一佛称之教法 那他自己呢 并不会因为这样而贪染人间爱染相 人间是怎么 一般凡夫是怎样 贪染人间爱染相 与苦中作乐而不知是苦 以苦为乐 男女欲爱 饮食 放逸 睡眠 贪嗔痴 说是非 他拿这个当做他快乐 那这个时候 你要熏学一下 藏教的苦极道密 苦极灭道 先说果 后说因苦极灭道 你要修一学 这个不是叫你丢开了大乘来学生文法 也不是说生文法是大乘的基础 不是这个意思 是因为你硬病与药还要吃这个 没有说你永远所有人都要这样吃 因为过去是修行谁是谁 谁不知道 有人大乘熏学已经很久了 所以这也就是这样 为什么有人会批评说 汉传佛教都不修学阿含经 对不对 也不讲 没有哪一位大德讲过阿含经 怎么会这样 因为 古来的大乘 古德们 第一 中国当时的生活 其实每一个历代以来 它都有一定的苦相 他在讲大乘经的同时已经把苦带进去讲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他认为 熏学大乘自然以大造小 小的内容 小乘里头的苦极灭道这些生灭四地 自然的 你在大乘理解的过程当中 就能够体解了 所以他不从生文的阿含经里下手 他从大乘教法下手 那天台呢 天台更加中庸 他也不说他从大乘 当然他基本上是大乘 但他也不说他从大乘 他确实的把你一步一步的教导说 生文教法怎么看待 也就是世尊怎么看待 怎么教导生文弟子们 去看他们认知的那个生命样貌 也就是生灭四地 那么讲到这里 所以讲到了生灭四地法 就是这个意思 那 这个生灭四地呢 这个生灭四地 我们上次讲到了所谓的什么 什么极地 地是真理的意思 我们之前讲过 那么极地 极地 极地 极 有昭俱为义 有看到 昭俱 看到没有 最上面 昭俱为义 那么心与业相应之后 定能昭俱生死之苦 心与业 的造作 的昭俱 互相昭俱 那么这样子呢 顾名为极 能够遭感下一世的苦相 生死之苦 所以 无名言行 行言识 识识 识语 名色 名色 六路 六路 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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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十二因缘一路遭感 那简单的说就叫苦疾灭道 苦疾 就叫苦疾 由疾而生苦 简单两个字而已 那么多说了就是什么 十二因缘 苦相 是什么的苦相 无名言行 行言识 那这是苦的过去因 然后呢 行言识 识元名色 名色六路 就是金识音 金识的果开始出现 金识的果又造成了下一次的苦因 那还是苦 苦因 苦果 苦果 苦果变 下一世的苦因 那还是一样 还是极跟灭的事情 所以四圣地跟十二因缘是广略 差别说 那一般我们先了解四圣地 好 那么好 那么 那怎么样与这个 极 那极呢 极里头含着什么 就是一种业因 它是业因 对现世来讲 我今天之苦 都是业因来的 就是极来的 那因此呢 业有三种 就是业因有三种 都是已经造了的因 已经造了的因 有三种 哪三种 第一种 肯定清楚的 以贪嗔痴为根本所生起的不善业 也就是所谓的十不善业 这是总说 你的业 一定是 生三口四 异三 对不对 杀到淫妄 恶口妄于 其余两舌 那么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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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的贪嗔痴 等 这样 这就是 不善业 那善业就失散 反之就失散 还有一个是比较特别的 凡夫比较少 能力有做到 叫做不动业 上一堂课就讲到不动业 不动业呢 其实就是十二门禅 这在呢 这在这个法华玄义 跟四禅波罗蜜 这大师都有提到 那我们先知道个名字 十二门禅 什么叫十二门 有三个四种禅 三个四种禅 分别是 分别是在御界 里头就有开始修 然后进入到色界 色界当中呢 能修 一直到什么呢 一直到这个无色界所修 这当中呢 有这个 十二类的 三类 每一类有四种内容 所以说三四十二 十二门的禅 那聚如前解 这个是因为我们引的 这段文引的是谁呢 引的是智者大师的 这个法界四地出门 那所以他说聚如前解 因为他是一段一段的来 一段一段的来 所以他叫做聚如前解 那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了 我们等一下会提到 十二门禅呢 我们 我们往下看 什么叫十二门禅 十二门禅 来 我们看一下 已经提到十二门禅 这就是所谓不动业 凡夫的不动业 凡夫的不动业 这叫十二门禅 那么不动 不动业啊 也就是说 他也没有做善也没有做恶 那你不能叫做无忌喔 这不能说是无忌 无忌是这样的 无忌确实也不造善不造恶 但是他不是不动 他很快的呢 其实他就 他就会去造恶 那不动业是指了一个 较比长的时间 而且他身心处在一个 真正的不动状态当中 那在不动呢 基本上 恶业是 可以说几乎是没有的 那善业倒是有的 善业是可能发生的 那么我们以下来讲的事情 十二门禅呢 这怎么解释呢 我们注决当中在隐身 十二门禅 是十二门之禅定略称为十二门 为世间禅中是根本未禅 是根本未禅 那禅在法华玄义之中呢 这个智耳大事呢 分成三大类 世间禅 出世间禅 出世间上善禅 凡夫外道通通修的是世间禅 那么呢 圣人 佛教内的 这个修行人 他 所圆禁 身心所观察 谁的观察的内容而不同 他能超越 凡夫世间 他的结果能超越凡夫世间 那叫出世间禅 那么呢 出世间禅 以出世间禅 为基础 他又能够更进一步的 体解 佛性 修这样的禅 叫做出世间上善禅 一般我们 看人家那个外道所讲的一切禅法 通通叫做世间禅而已 所以我常讲说 禅定通外道 主要讲的是这个意义 这种世间禅 其实也是出世间禅 跟出世间上善禅的 技术面上面的基础 纯粹是心理训练的一个基础 它不等于解脱 它是世间禅 它怎么会等于解脱 但是它确实是基础 这种技巧是一种基础 如果你去台北市一个目的的话 那么会开车是基础 有没有车子 当然是后话 但给你车子你都没有 你都开不到 你都不会开车 那你什么都别提了 比如说有这种意思 所以会开车是基础 将近要你达到佛性的体悟 但会禅定是基础 至于你修了没有 你怎么个修 修的内容怎么样 当然了就像等于你开的是什么车 那当然就有生前不同 但是你说你一点都没有禅定 那别提了 所以说借定会 借定会为什么说三五六学 定这么重要 讲的就是这个定 这个还是要注意的 虽然大乘人 尤其是中国的禅宗 没有那么强调修定 他之所以没那么强调修定 就是因为修定太舒服了 他又济通于外道 要这样再强调下去的话 很可能整个禅堂里头 大家都每个人都在那种入定当中 定在那里看起来有修其实都不对 都不对 你没有用心方法上 所以他要你用餐的 南宋之后要你用餐的 在餐当中念之在之能的 无定 不修定而自有定力 它是一种思维修的过程 比较倾向于四餐 而不是四空定 他没那么强调定 但终究还是要一定的禅定的 所以我们出家人还是要修学定的 定法还是要修学的 那么根本未禅 那情况是怎么样 我们往下先摆着 我们讲义先往下看 这里就看到一个事情了 妙法莲花经悬意当中 卷第四上卷云 定慎行 你看看 他就讲定慎行 也就三种慎行 戒定慎 那三种当中的定慎行 定慎行 与定相依定而起的慎行 其实有三大类 基础来讲 他虽然是凡夫禅 但是他是修圣法的开始 所以看这里 看这里 怎么样 世间禅 略分有三种 一 世间禅 二 初世间禅 那三显然是初世间上上禅 初世间上上禅 三大类 你看 一秒钟之内你忙清楚了 禅是分这三类 所以不要随便的就看人家的外道 修禅法 你觉得他好有修 你就不要这样讲 你一个就讲这种话 一个出家人 当然要随喜功德 没有错 要赞叹人家修行 这没有错 可是你不要赞叹错误 对同门师兄弟 对共同道场里头的出家师父 甚至对你师父 你都另于赞叹 那对那个外道呢 那个赞叹的翻 现在出家人自己变成这样 现在佛门里的人变成这样子 对那个道士 对那个修外道法门 搞那个鬼怪的那个 噢 赞叹的要命 对那个大学里的教授 给你学位的那个 赞叹那个钥匙 对你师父呢 我师父就爱盖庙了 我师父就喜欢 就喜欢利益重生 你这两句话就把你师父带过去了 可怕 因为搞不清楚分别 我问你分别 那么呢 这个世间禅 世间禅是什么 是凡夫 一切凡夫都这么修 不过注意 我们也是凡夫 要修圣道法的话 就叫做定圣行 但也从这里下手 他说凡夫这么修 但不等于修佛教的圣法的人 不这么修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修圣法是以他为基础 但不停在他那里 要往前再去 也就是说 我们是要到台北 骑脚踏车到台北去参访善知识 我们不是要学什么呢 学脚踏车选手 一天到晚在练脚力 练腿力 练脚力 练腿力 从那个几秒几秒的 不是这样干 那是外道法 这这么差别 但是你要会骑脚踏车跟他是一样 好 那么世间禅又分两大类 根本胃禅 第二类 根本净禅 胃禅 根本胃就是有那个禅味 但就是这样而已 有那个定味 定的味道就是这样而已 就是这样 根本净禅 那个胃很可能 那个味道很可能让你贪酌 禅月为食 有没有 那个定的相很可能让你贪爱 所以这叫做胃禅 那么净禅 就不至于让你贪爱 叫净禅 这其实在注解第五七集当中有提到 五七 不要翻来翻去 自己再弄一个 在五七 五七一当中的其实有谈过了 那之前的注解 你可以慢慢到时候看 所以根本胃禅 根本胃禅长什么样呢 下面来了 第一 是隐末的 第二 有够的 第三 基本上是无忌的 这样 这境界不明的 这根本胃禅其实又分成三大类 总的来说他都有一个品质 是隐末相 是有够相 是无迹相 你看看禅定怎么会有够 这个是智者大师这么讲 你不要把它想成说他在贪真吃 叫做有 你不要想成说他做了什么坏事 叫做有够 不是这个意思 这是什么 弟弟生爱慰 那个慰 就是对于那个禅定有直取向 所以我常常讲 我说那个老修行的脾气大 你看有些人在做禅堂 做出来了 看他一副禅盒子的样子 你千万不要惹到他 他骂起人的 他气起人的 吓死人 为什么 因为他常常担染这个禅味 你先惹毛他了 他那个反差太大 你懂意思吗 心的那个动荡太大了 他就说只担染在那个味道上 他担染两种 一种禅味 禅味伐喜 禅味是 那个不叫伐喜 那个都弄错了 很多时候认为那叫伐喜 那没法 那叫禅味而已 禅的味道 你想想看 好好地去睡一觉 都没有人吵 一叫到天明了多舒服啊 你有没有经验 你没禅定我也可以说到你一动 中间也不用去尿尿 也没人吵你 也没人摇醒你 也没有打板叫你 一睡三天三夜 这几天操得太累了 从花东操到南部 南部又要等下操到台北部 这样的日夜操 好累 我睡他三天三夜 好舒服啊 中间要是有人吵你 你会不会发飙 我睡得好好的 他就这样 那是丹于味道 那根本不叫发喜 所以一个会在禅味当中的人来讲 他可能其实是就在贪染那个味道 所以他叫做什么呢 他叫做 隐末的 有够的 就是这个意思 那你不要看他有够你就不修 你要超越 懂吗 他一开始告诉你 不要那样 不要那样 那样叫做有够 他一开始告诉你这个意思 所以就不会得少为主 所以我一再的强调 进子贯堂 进禅堂前 好歹你懂个路头 你不要装得很有修的样子 咚咚 就进去了 一做十年浪费人家炒鞋钱而已 浪费人家信思而已 将来还装模作样 你出不来了 因为你做过禅堂的人 你没有开悟 你也不好意思说你没修 你更不能够自认为说 你弄错路头 所以就依老卖老 就变这样 人家真有修的人 又不好意思跟你讲 因为你又不执地之理 你又不愿意跟他问 人家真有时候又收不上来 结果呢 这就是当年有人错看路头说 你看那些坐禅堂的 你看整天就在那坐 出来脾气又那么大 讲教法一窍又不通 什么事又不干 整个社会在改变了 他就变成这样 所以为什么徐大师有些弟子 他对于坐禅堂的人有意见 原因是在这儿 但这个其实又过头了 其实也不恰当能这样做 其实人家有得道的人 他是不会说的 他忍辱 他安然 他不是单于产位 还是有这种人 但问题就是龙蛇混杂 蛇多龙少 难免让你 就错看了 只贯禅堂的价值 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要注重到 路头要清楚 禅堂要维持 人家再怎么擦 人家有那个样貌 这一群蛇三百条 蛇养出一条龙就够了 我们在等龙出现 或者蛇变肿变龙 你不要去说他是蛇 修错了 你不要讲这种话 他能耐就这样 下辈子再来吧 但是他今天撑着一个禅堂 对不起 他是蛇还撑着一个禅堂 等待龙的降临 我们用这种心量 来看待佛教 不要动辄说人家不如法 修得不好 我刚讲说老修行的脾气大 是告诫诸位 包括告诫我自己说 不要这样 但是人家这样 你还是得要尊重 因为老修行的脾气大 你不要听后面的脾气大 你要听前面的老修行 他是老修行 懂吗 所以他脾气大 应该的 你哪怕被他大道了 骂道了 你都不要去想我前面那句 后面那句话 法师说的没错 你看看老修行的脾气大 错 你要去听我前面那句话 他叫老修行 所以他脾气大 何该如此 自古以来 就是龙蛇混杂的道场 就是那脾气大的人多 那个没脾气的 少之又少的证悟者 或者有修的人 绝对是少之又少 所以龙蛇混杂 先要尊敬蛇 你才等得到龙 你不要拿了一颗尺在找龙 找不到 因为你自己就是蛇 诸位比丘要懂 学了教法 不要把眼睛放头顶上 要滴滴海底行 要滴滴海底行 看人家都是高高三鼎立 你才是与道相应 所以说要会听话 我们说老修行的脾气大是在教诫自己的 不是在拿来量别人的 要这样修 所以我对禅堂的人 我都非常尊重 非常恭敬 哪怕他对我脾气大 我也觉得那是理所当然 这当中还有我的学生 他都可能这样对待我 我都觉得他对我错 要这样想象 要这样想象 所以这就是根本未禅 他有这个什么 暗证无会观 因为他就当然在这个禅定当中 暗证 暗证就是暗就是没有的意思 不是那个昏暗 没有正德 没有观察 再来 他对于禅位 弟弟有爱慰 生爱慰 生那个爱染之相 所以他叫有够 再来无忌 境界不分 为什么 因为他 你看吧 前面已经是会暗 无会观 就是暗证无会观 又淡染在那个味道当中 他就变成无忌了 因为他所淡染的 不会生起智慧 但是他又淡染在那里 又不知要出 就在那里禅定愉快 他就无忌 他也没有造热 对不对 他自己在禅定当中很舒服 也不算造热 是不是 但是他又没有会观 也没有造善 尤其出现善也没有 所以他是无忌 这样懂吗 你看那个我常常讲 我说那个四空定 一定八万大劫 有阿弥陀佛 八万大劫 我们要是念佛的话 我们要念三个月 我们可能都是往生了 结果他八万大劫 下来还是一个反复 浪费八万大劫 是无忌 这个无忌相有三大类 三大类的样子 第一 就是四禅天的四禅 初一 二 三 四禅 再来事无量心 慈悲喜舍 慈悲喜舍 一般的讲法 是讲 讲他是善法 不会是无忌的 慈无量心 悲无量心 舍无量心 这个 喜无量心 这基本OK的嘛 但是就身闻人来说 他是借他来修什么 修断烦 就他来取代自己的烦恼 他不一定对质 他是要在这当中 修到喜的那个残月位 修到舍的残月位 他还是执着那个残月位 懂的意思吗 懂的意思吗 初禅二禅 当然贵最重 他就在禅定当中 得那个禅定位 他借由慈悲喜舍 得那个定的禅位 是这个意思叫做有购 所以这个慈悲喜舍 有无量心 有 外道会这样修 你看 世尊曾经对弟子在《生文法》当中 教导弟子说 如果他起了恐惧心 就观佛的功德 注意喔 他观佛的功德跟 念阿弥陀佛观佛的功德 哇 一万八千里 念阿弥陀佛观佛的功德 准备受佛接引 养性阿弥陀佛接引功德 然后融入了弥陀大院海中 这叫做观佛功德 但是《生文人》的观佛功德 不是这样 他是因为害怕 夜晚害怕 然后观佛的功德 有光明相 得安稳 一安稳了 他又修他的什么 修他自己修的那个 鼠席禅定去了 所以观佛功德 基于只是一个 对峙的手段而已 这里讲的慈悲喜舍 也是这个意思的 所以他是有构慧岸的 是这样 但是一般另外一个慈悲喜舍 是菩萨修的慈悲喜舍 那就是从《生文法》转出来 立于一切众生的那个慈悲喜舍 那修的是菩萨法 那又不同 所以主要小心 在这里指的是指的 《生文法》中的一个对峙意的 他还是有岸有慧 有构的 好 我们先上到这里 向下文长付以来日 我们回向 众生无边事愿度 反而无尽事愿段 反而无量事愿学 佛道无上事愿成 自归于佛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发无上心 自归于法 当愿众生 深入经章 智慧如海 自归于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境度 上报四重恩 下集善图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身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